大家好 又到禮拜五 第一次禮拜五和大家見面 我和集賽Dino都閒話小說 因為今天禮拜五賽事不算多 不過都有幾場賽事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尤其是我抽了兩場球 都是大球 通常大家會習慣一場得甲賽事 這場兩隊近方都相當不錯的球隊 紐倫堡主場出擊法蘭克福 紐倫堡開季相當不錯 作客贏了一隊廢寶 不是廢寧寶 是廢漢寶 主場又和多蒙特 作客還要贏了暮信家柏 即是廢漢寶對隊都贏了 法蘭克福都贏了三三比二 對方要打少一個 當然凡康福今年有點奇怪 無論贏球輸球 德國盃放水 專門輸給奧阿斯三比二 我覺得那場球專門 因為想聯賽打好一點 結果聯賽接下來幾場球 對賀芬咸 對利華股相漢寶都有好的表現 但無毒有誘 四場球全部開大 對 今年來說這兩支球隊都打得不錯 尤其是紐倫堡是打得不錯 當然大家會覺得 會不會是一些突然間的狀態 實立光輝 但你不要管 總之這些球隊最重要是在季初 盡量得多點分 起碼在戶級的路程上好打些 現在起碼得到七分 不敗 所以你見到紐倫堡初盤這樣對手平手半球 但那些票是比我回了一點點 見到兩隊球其實半斤白兩 對 相對來說 法蘭克福 這支重新回來得甲的星班馬 其實不錯的 人腳或者打出來的感覺相當好 尤其是加拿大雙保在前面的朋友 費恩特 以及今年新加盟的奧斯安都是相當不錯的球員 尤其是奧斯安去年在加尼特霍夫有很好的表現 另外奧地利的中鋒賀化也是一個不錯的球員 所以這場球 你怎麼看 這場球要大算 半斤白兩 大家狀態也好 法蘭克福四場球都開大 第五場照買大 入球大 對 我也是這樣覺得 這場球都不需要受了 這場球不需要煩了 入球大簡單一點 接著去到另一場就是荷甲賽事 這場你有什麼端倪 有什麼想法 諾達一向的主場我覺得非常穩固 所以你見到他近方到威廉姆二世贏3比0 主場最壞是初初因為紅牌之下只是對星班馬 斯和尼達1比1 更方說不是要我比華瑞克 因為華瑞克本身比現在好 比PSV 亞爾克曼爾炒過作合被大炒 5比0 4比0 我自己覺得正常 因為諾達作合成績真的差 烏德納斯就算是今年實力比去年差了 再者 你說贏PSV 我覺得不是烏德納斯贏球 而是PSV專門輸球 專門輸球 這種情況之下我仍然平手半球 我撐回主隊諾達 撐回主隊諾達 但你會不會擔心諾達成績很頑皮 上一場作嚇阿爾克曼爾 不過我覺得輸是應該的 如果你對著阿爾克曼爾都可以補牌 都算有交代 但打得頑皮那場球實力的差距就在這裏 但是人腳上 我又覺得這班球不算頑皮 我想大家會比較熟悉 馬基 馬基打得比較主力的球員 敘利亞各腳 這個也是相當不錯的球員 另外藍絲 甚至費達路斯 都是一個球隊的主力 至於客隊的烏德勒茲 其實上將剛剛有兩個紅牌 所以變成他們主力 基拿特和卡利兩個陣中主力球員都要停賽 實力應該是受影響的 烏德勒茲今年沒有了西史萊達 轉為華維克 華維克就立刻表現了 華維克在他的帶領下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拿了你的主長 前年沒有做五大主長 上年即今年今季又沒有了中場主長史萊達 西史萊達 這樣的情況下 烏德勒茲這隊球 我只是覺得今年是需要互給的 所以是的 如果這場沒有了摩洛哥的中場 也瑞的中場卡利 以及前線現在暫時有兩個入球的 瑞典中風加拿特加尼特 所以我覺得影響是有的 我和你的口徑一樣 都是撐一撐 駱達 起碼主場應該這班球員的實力 主場應該要贏球都沒什麼問題 沒錯 今天短暫的贏球攻略 短暫版的贏球攻略 都希望給大家贏錢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和後天當然繼續無間斷地贏球攻略 Bobo十八當日和大家見面 拜拜